大家好,歡迎收看明報530 今天是6月6日星期四 公車局員工會不會真的罷工? 還有幾個小時就揭忠 公車局就說他們很樂觀可以達成協議 公會就說公車局沒有誠意談判 都不知誰才說真 只說省長福特會不會通過強制復工的立法 據說不是不可能的,但就要市長周智慧肯開聲要求才行 有個女人端到在當攤對著小學的大門吸毒 家長趕她,她也不肯走 家長說市政府正是給毒品注射屋去吸毒 不提供治療,那又怎能解決問題呢? 那些賊人搶車真是搶到眼紅 竟然連警車都去搶 還想抓女警出警車外 搶完她的槍 真是殺膽 代表當勞多公車局 1萬1千名前線員工的聯合交通工會 113分會主席阿爾弗雷德 今早召開記者會時表示 他們和資方的談判陷入僵局 批評資方的代表沒有為達成協議而進行談判 暗示罷工無可避免 當勞多公車局員工一旦發動罷工 將會令數百萬名乘客的交通中斷 當勞多公車局每日接載乘客 平均有130萬人次 而每日早上7點 會到市嘉寶一間公司工作的黃太就表示 罷工對她的影響會很大 很大影響 我早上班的話 因為我要轉車 如果兩邊都沒有車的話 我就要靠我家人的話 就很麻煩 怎樣麻煩呢 她就要轉燈 載我上班 接著她的時間又未到的話 她就要回家 等她自己的時間 夠時間才可以上班 OK 這樣 早上可能是可以 家人車 但下班就不行 下班不行 因為每個人都不適合時間 我唯有自己下班 我僥倖可以走回去 但我走回去也要過幾小時 OK 就是僥倖的意思是什麼 僥倖就是 叫做可以走路 如果你說我住在單攤 我怎麼辦 唯有叫車叫車 叫車的話 因為你知道叫車的話 挺貴的 那我不如不要上班 然而黃太的女兒 就真的沒有那麼僥倖 因為她住在市嘉寶 兼職地點就在市中心 日常上班 又要乘巴士 又要乘地鐵 平時都要乘三個小時來回 如果沒有公車 來回都叫車的話 就等於百祖 所以真是罷工的話 唯有請假留在家裡 另一位 同樣是到時嘉寶上班的 吳小姐 亦為明天公車局 可能罷工而煩惱 我平時是坐地鐵 再轉巴士 要多久時間 空順 差不多一個小時 希望找到Uber 對 但Uber 好像說 因為太多人搭 早上班時間都多人 但都未必找到 我覺得 一定會坐地起價 他們 可能一個雙倍 OK 但都沒有辦法 對 都沒有辦法 因為 他們都沒有車 這樣 有沒有擔心 那個罷工可能 不是很快解決到的 可能都要幾個 真的是罷工的話 可能有幾個星期 都擔心的 所以 都見步行步 都不知道可以怎樣 A Plus Roofing A間屋頂 榮獲Homestar最佳大獎 品質有保證 工程絕不外半 給你百分百信心 找Steven 647-917-1111 免費股價 對於可能出現的罷工 是不會像過去那樣 迅速通過強制復工立法 來解決混亂的局面 消息人士說 如果罷工拖延下去 福特是不會考慮強制復工立法 除非市長周志偉提出要求 這個就會令周志偉對復工令這個決定負責 也會令周志偉處於一個兩難的政治位置 因為2023年市長選舉的時候 聯合交通工會113分會 是周志偉的支持者 如果周志偉要求強制復工 那就陷於跟工會對立了 除了政治考慮之外 消息人士又補充說 在考慮強制復工立法之前 可能需要幾個星期的時間 才能達到對經濟和社區造成損害的法律門檻 就好像教師罷工一樣 消息人士說 福特的進步保守黨政府 是絕對不會使用彈書條款 來結束公車局員工的罷工的 勞工廳長皮西尼也說 他更加傾向於通過談判來解決爭端 以避免罷工 皮西尼說 我們仍然有時間達成協議 我們是真誠希望雙方能夠達成協議的 他說這個部門的調解員 是全天候地在待命 因為理解到公車服務 對多倫多人是有多重要的 多倫多公車局委員會主席 曼爾斯今早發表聲明說 雖然公車局和聯合交通工會 113分會的團隊仍未達成協議 但是他對兩支團隊仍然堅持在談判桌上 繼續努力達成協議 感到鼓舞 曼爾斯說 他仍然有信心 勞資雙方可以達成協議 他說 工會和公車局已經有共識 如果爆發罷工 罷工會在星期五凌晨12點01分開始 但是服務會在星期五凌晨2點才結束 等工人是有機會回家 但凌晨2點之後 巴士、地鐵、街車就會全面停駛 不過Viotrans的服務就會繼續 雖然萬爾斯有信心在死線之前 勞資雙方會達成共識 但是他還是建議市民要制定後備計劃 以應付罷工爆發的情況 他說 如果大家可以在家做事 那你在家做事 如果可以的話 你們可以踩單車、走路 和其他人一起搭一輛車 高transit就仍然會遇上行走 乘客槍權組織的總幹事就說 如果發生罷工 交通將會徹底癱瘓 令市民難以上班或者去看病 目前 談判桌上的爭議焦點包括工資、福利和工作保障 如果罷工是無可避免的話 這個會是2008年以來 多倫多市第一次發生公車局罷工 去年 安省法官是駁回省府將公車定為重要服務的省級立法 從而為今次罷工打開了大門 而我電業為你精心挑選 全新特價open box、雪櫃、爐頭、洗衣機等家用電器 請職臨本店選購 大家好 一個女人昨天在多倫多市中心的聖馬尼教堂門口的石級上吸毒 而教堂對面正正就是聖Mary天主教小學 那些家長看到這個女人在吸毒之後 立即圍著這個女人 叫她立即離開 但是那個女人好像吸毒吸到很high 精神亢奮 根本就沒有理會那些家長的要求 這件事是由主流報章《多倫多太陽報》報道出來的 而且在這篇報道一開始 他就說 多倫多市的小學生 除了可以在學校裡學習到素、理、化之外 還可能會學到怎樣注射海洛英和吸食可卡因 雖然這樣的報道會有人說不客觀 但是530覺得 這個可能是很多家長的心聲和擔心 她說 當時有個很憤怒的爸爸 向這個吸毒的女人說 走啦 你收拾好那些東西 不要把這些破破爛爛的東西帶到這裡 好嗎?快點走啦 另外一個媽媽就跟這個女人說 你不要在學校門口這樣做好嗎? 其中一個第四班學生的家長迪克森就說 其實所有的家長 包括那個提高聲線 對這個女人大聲叫的爸爸 他們對這個吸毒的女人 其實都覺得同情和憐憫 但是作為父母 每一個人都會把自己的子女放在第一位 迪克森說 你學校當然是一階之隔 就有一個毒品注射屋 這裡來吸毒的人 就是從那邊過來的 她說 市政府還計劃在附近 開設一間新的無家可歸者庇護所 她說 家長每一天都一定要來到學校的操場 清理所有的針筒 然後才讓那些小孩來上學 但是 引君子在小孩面前吸毒 這種行為 家長實在是不能夠容忍 迪克森說 那個吸毒的女人 她又病 她需要幫助 但是 只是透過毒品安全注射屋 而沒有治療 她是沒有辦法解毒的 市長周志偉和副市長馬利克 暫時未對事件發表評論 不過 多倫多天主教教育局 就表示了關注 教育局發表聲明說 學生和員工的安全和福祉 是至關重要 他們會繼續和警方密切合作 解決任何安全的問題 而那區的國會議員王啟榮就說 家長向她反映 有關的問題是越來越嚴重 她在社交媒體發帖說 多倫多的新民主黨 通過他們激進的意識形態 驅動毒品政策 將這些小孩置於危險之中 只是靠毒品安全注射屋 嚴提供資料 這是沒有辦法幫助引君子解毒的 而更有甚者 就是這些引君子 將吸毒的情況 完全展示給所有人看 包括了這所小學裏的 4到13歲的學生 夏天到了 旅遊回鄉探親 想送優質養生產品做手信 那就要去港利行 他們不止有優惠 花旗森還是百分百安省種植 還有滋補養銀燃窩棧系列 豐富膠原蛋白的海參 和花膠、冰酒各款海味 多款產品都有精美禮盒包裝 記得到第一廣場或萬金廣場門店選購 港利行連續12年成為 加拿大安省花旗森指定經銷商 現在更有網上服務 在網站訂購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 養生健康受選港利行 後日是世界裸體單車期行日 多人多士亦會舉行相同活動 今年更加已經是第20屆 港道病是裸體即光脫脫踩單車 多人多士的共享單車部門 Bike Share Toronto 就建議 參加這個活動的市民 如果打算遭用他們的單車的話 使用後記得記得要抹乾淨座椅和把手 方便下一手 當被問到其實是否給裸體人士 使用市府的共享單車時 Bike Share Toronto 的主任刊納指出 這是公開的系統對所有人都開放 無論是有穿衣還是沒有穿衣 雖然我們不鼓勵這種行為 但我們理解一些參加活動的市民 可能會遭用市府的共享單車 作為一種常識和衛生的禮儀 我們強烈要求和鼓勵參加者 完成活動後要將座椅和把手 擦得乾乾淨淨 以便下一個市民使用 根據世界裸體單車期行活動的網頁 他們是建議遭用單車人士使用座椅圖 裸體單車期行活動是針對過度使用石油 和城市污染的全球抗議活動 致在促進道路上為單車使用者 建立一個更安全的環境 嗯,這樣明白的 但為何又要光脫脫踩單車呢? 這個組織說 這樣是要表達所有人都享有身體自由 市民可以免費參加這個活動,無需註冊 而今年多倫當市裸體單車期行活動 將會在這星期六下午1時 在Cornation公園出發 參與者應該提前一小時到達 屆時他們將會穿過市中心 並在Sugar和HTO湖灘以及CN Tower停留 但在期行活動結束後 參加者就要盡快穿衣服 如果不是,可能會有警察找來聊天 我是瓦佳淨水Michael Chiu 飲用清潔水可以加速身體的新陳代謝 排除毒素 記得飲足夠和乾淨的水 首選一定是瓦佳淨水 那些偷車賊搶車賊真的越來越大膽 連警車都去搶 而且還想搶車上的警察之槍 這個殺膽賊又是在保釋期間犯案 昨天下午4時35分 在衛比士維多利亞東街1400號附近 一輛有標誌的巡邏警車停在 一個男子走過去 試圖把車上的女警在車內拉出來 並且試圖搶走她的配搶 但未成功 這個男子於是走上自己的車便逃走 警方立即展開追捕 在警犬隊和警用直升機的幫助下 發現這個涉案男子在401高速公路 和史蒂民森路附近正開車逃走 警員最後成功圍堵這男子的汽車 然後將他拘捕 被捕的是32歲男子小默克內特 他被控搶劫、企圖搶車、襲警、危險駕駛等指控 他還被控兩項違反緩刑保釋令 另外警方今天也公布了一段燒車電視片段 呼籲市民如果知道有關這件案的資料 就與警方聯絡 這件燒車案發生在今年2月14日凌晨5時 在列治民山市Lucas街的一個民居 有匪徒用意然液體 撲向一架停在driveway上的汽車 之後就點火 接著上自己的車便逃離現場 沒多久之後 附近商業廣場的閉路電視片段 也顯示一部深色四門房車停在一個裝設區裡 前載一個乘客打開車門 扔了一個似乎是紅色的汽油罐的物品出來 然後跟著開車走錯 調查人員呼籲當時曾經目擊到可疑活動的人 或者任何在該地區拍攝到可疑活動片段的人 向警方提供線索 我是RD Up 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RD Up Town是你的首選 多倫多市今晚最低氣溫是攝氏15度 明天最高氣溫是攝氏19度 大多倫多地區明天的普通霧原汽油價格無升跌 維持在每公升158.9 2019年11月18日 警方圍堵利大 一名已被猴科醫生入品控告警務處長蕭澤儀 指警員不射催淚彈到他尖渣咀糧的單位 引致起火和損毀 索償超過672萬元 案件今天是高院寧案庭提訊 這名醫生要求傳召蕭澤儀出庭作證 他指責蕭澤儀懶多 沒有向下屬了解事件 更加聲言會向特首李嘉超投訴 法官指蕭澤儀沒有參與這個行動 傳召作證是浪費法庭時間 不接納醫生的申請 原告是醫生梁錦聰 被告是警務處長 由律政司代表 梁錦聰要求警務處長蕭澤儀出庭作證 認為蕭澤儀應該為事件負責 抗辨書也由他填寫 作為被告人應該出庭 兩顆催淚彈射入他的單位 那是警察的財產 蕭澤儀不能說他什麼都不知道 屬於完全不可接受 代表被告的律政司澄清 蕭澤儀雖是被告人 但並非親自讚寫或贊同陳述書 被告方又表示 將傳召三名當日在場的證人作供 而蕭澤儀並不在場 對行動沒有任何個人認知 沒有必要傳召 梁錦聰聽完 認為蕭澤儀作為警務處長 只有他知道事實的全貌 沒有人能取代他的位置 靈案官可自然佔納警方的理由 指蕭澤儀當時不在場 傳召作證是浪費法庭時間 他指 警務處長作為被告 就一定要出庭的想法是誤解 下令原告知府被告今天的總費等 香港大學校委會上週通過任命 多名贊任副校長 港大校長張翔 昨天致函教職員、師生和校友 七校委會上週在他和校委成員 毫不知情下提出決議 任命幾名贊任副校長 數名港大校友聯署去信 身兼港大校監的特首李家超 稱校委會在未經和校長協商的情況下 迅速通過委任多位贊任副校長人選 再次激發校內矛盾 影響大學正常運作 深感憂慮 對校委會主席王佩思的管理能力 失去信心 希望李家超採取那段行動 早日平息風波 並責令校委會主席 盡快和校長協商提出補救方案 聯署人包括 前校委會委員王啟民和文卓飛 前行會成員羅范淑芬 前全國人大代表蔡素玉等8人 聯署信中寫道 假如政府密認校委會決定 將造成政府通過委任主席 操控大學 架空校長的印象 不利香港高等教育的發展 和自由開放的國際形象 希望李家超在此艱難時刻 履行法律賦予的職責 挺身而出 聯署人亦在信中表示 校委會的角色是提供戰略指引 確保風險管理和內部監控系統的成效 並監督管理層依法合規行事 但不會直接參與行政事務 又說 學術機構要求主席有廣闊的胸襟 見識和領導能力 能夠帶領機構盡快回復正常的運作 我回來幾多個小時 即日來回 即日來回 我特意回來出席的活動 是的 沒錯 今早到今晚就離開 他還很小 所以要回去 是 年輕 其實每個月都跟他拍 一個月拍張照 改了 但是他有中文名 法文名 英文名 我想知道中文名 中文名其實不知道怎麼寫 還沒改成中文字 那個中文名就一定是 跟我姓陳 他爸爸沒有姓的 鬼佬姓的姓很長 他的中文名就是跟我姓陳 項鏈 是的 我女兒出生的時候 那時候女兒還很小 她帶了一起去店裡選擇 收衣其實是女兒選擇的 那時候她是幾個月 未會走的 我們抱著她 她說我們選一條項鏈給她 不知為何那天 那個週末 我們就去 在紐約逛街 我女兒就指著那條鏈這樣 我爸爸不能不買 幸好不是很大條 寫著她爸爸 下次帶兒子去 下次帶兒子去 帶兒子去選 對 對 好男人 暫時我覺得好字就很滿足 很好就更好 很好 就是四個嗎 女兒子 沒有了太多了 兩個都真的很滿足 很開心 暑假回來香港 很開心 在香港拍 在香港在湖門拍 兩個地方都會取景 因為都要準備 其實都要早一點點 這個 很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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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美麗 就是